早前一個感染麻疹的台灣男人去了日本沖繩 令兩地現在爆發麻疹 計劃去當地旅行的話 有沒有打算接種麻疹疫苗保平安呢? 現在小朋友是一歲和六歲 會接種麻疹混合疫苗 醫生說一般不用再補打 但隨著年紀增長 疫苗抗體或者會逐漸失效 成人可以補打一針 如果小朋友本身只是打了一針 他又可以夠時間打第二針 我們就盡快叫他打第二針 最好有一個時間打完針 有兩個禮拜之後才可以旅行 因為打針的有效 都要等兩個禮拜才有效 如果大人來計 如果他夠大了 又擔心了 他又沒有明確表示他以前打了的一針 其實可以隨時幫他打多一針 不過疫苗都不是萬能的 大約百分之五的人接種之後 仍然沒有辦法產生抗體 而有免疫力問題 例如患癌症、服類固醇藥物的話 都不適宜接種疫苗 以免出現嚴重副作用 醫生又提醒 麻疹前伏期達到7至18天 即使從疫區反港後沒有病徵 都要留意身體變化 如果之後出現持續發高消 全身無力等麻疹早期症狀 就要及早求疑 東網記者 李冠林報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